多空轉折 盡在盡折 三月台股必有轉折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節目說 讓各位知道說 三月台股必有轉折 想要更清楚的去了解 我想我這一次呢 也把臉書的社團呢 重新的再做一個整頓 我希望所有朋友用臉書 我們用對話的方式呢 更能夠了解 為什麼告訴各位 三月台股必有轉折 你說老師啊 昨天還有人打電話來說 老師 我跟你講一件事喔 美國股市漲上來了 你千萬千萬記得一件事 不要在節目上表達你有空單 我說第一件事情啊 首波空單是賺錢的耶 首波空單是賺錢的耶 那有什麼好不能表達呢 這是第一個重點啊 而且呢 昨天也跟你講說 我補了空單你不要跟 有沒有啊 也跟你講說碰到了季線碰到了月線 因為美國是碰到季線 韓國是碰到季線 一定叫做線就會反彈嘛 反彈之前你補一下很正常嘛 這有什麼不能表達呢 第二件事情啊 我先跟各位講一件事啊 這波行情我經常跟各位說 一個真正的分析師 不會隨波逐流 一個真正的分析師 就是我3月1號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裡面開始轉折了 3月4號一上台就告訴你 開始轉折了 3月每一天都跟你講轉折 我不會改的 我是心甘情願的 這波的指數高點 我可以告訴你喔 可能還有 但是我絕對不會去追 為什麼 這次在臉書裡面 我好好跟各位講 各位沒發現嗎 今天漲什麼東西啊 漲如虹耶 今天漲什麼東西啊 各位看到沒有 漲台碩耶 今天漲什麼東西啊 漲台泥耶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很直接的問一件事 你真的有做電子股賺錢嗎 尤其是這個波段裡面 你真的是做電子股賺錢嗎 還是買了很多的電子股 其實都在賺賠之間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 這是我們台灣 這幾天當中 我送給各位的資料 這是我們台灣呢 可以說是近年來 最流行的幾種股票 我只是列舉其中之一而已 其中以台積電當指標 台積電已經到了弱的地方 各位看到沒有 這是今天彈上來235 到了223的時候 剛好有個轉折 227附近出現轉折 鴻海國巨這些 等一下我們來慢慢講 很多都弱弱弱弱弱弱 甚至已經到停損的附近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很多都已經到停損的附近了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用流水理論流水漲法 幫你算出來說 有些大量不太對勁 親愛的我為大家一件事情 人家說大漲啊 指數創新高啊 我只問你一件事啊 我一開始就告訴你 3月指數要放兩邊 因為連續兩根紅K棒 這個月的指數會變成十字線 應該就是這個狀況了 但是這個十字線代表什麼 代表冷熱交替啊 代表說今天漲上來的時候 是個非常重要的測試喔 親愛的投資朋友 你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最需要大漲來幫他推的 竟然是翻黑啊 你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最需要大漲去推動的個股啊 漲價概念股啊 竟然是全面翻黑啊 全面翻黑啊 這代表什麼事啊 我剛才一開始就跟你講出來了 漲船產耶 我認為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啊 就不會像 我應該這麼說 早上一開盤 我就認為 今天晚上的美國股市 絕對不會像昨天晚上那樣子 因為各位可以注意到一件事啊 美國的美光呢 是領先股啊 它其實呢 在之前的一天 美國週五拉下影線的那天 它就拉出一根紅K棒了 昨天美國的大漲呢 可以這麼說一件事 它只收了一個十字線 你說指數是大漲 所以我說你看指數不會準 原因在什麼地方 原因在於美光它是上游 它是真正的領先股 它先拉了一根之後呢 蘋果接力拉了第二根 OK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啊 美光還有過12月3號的高點 但是請問一下 這種圖是沒有辦法 因為這是美國接下來的圖 它沒有月均線 也沒有什麼日均線 這個位置呢 最起碼到季線了 沒錯吧 美光到季線 不太對喔 那你將來會不會有一天看到說 台灣股市創新高了 結果咧 美光沒有過高 美光沒有過高的話 現在投資朋友 南亞科會不會過高 心甘情願不追指數高點 第二個 蘋果離202塊的缺口 還很遠很遠啊 所以這兩天當中 你可能會看到一個新聞 因為連1722的台肥 今天都漲上來開始動員 這些都可以把指數加分加分再加分 金融股也加分了 傳產股也來加分了 總而言之 言而總之呢 你沒有這些股票 人家在拼什麼 拼指數啊 人家在拼指數啊 跟你的關係不大 如果你真的要做多的話 我剛才不是告訴你呢 Nike方面的概念股 你可以好好注意 因為它是全世界第一支 全世界 Nike是全世界第一支 創下歷史新高的 現在目前還在歷史新高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 各位注意一下下 股票市場裡面 一直告訴你 3月份你記得這句話 指數放兩邊 個股擺中間 1、2月份還可以跟著指數做 3月份沒有什麼意義了 哪怕今天漲200點 我照常告訴你空單獲利 哪怕今天漲200點 請你注意一下下 我在臉書多空論壇裡面 還是會告訴大家 有些趨勢它正在演變當中啊 各位注意一下下 來吧 其實這波行情裡面 早就已經拉破月線了 那麼道琼是碰到年限附近 大概出現一個反彈了 我認為可以開始畫線了 甚至各位看到 廢層半導體還要再過前面的高點 也是非常吃力啊 所以蘋果是領漲還是補漲 你要搞清楚喔 我昨天也告訴你說 這行情裡面開始會有反彈了 反彈的時候請你注意一下下 到底是傳產股強 還是電子股強 因為金融股也算傳產股啊 所以今天金融股加上傳產股 把指數拉上來 包含像今天往上的時候 都是由這些來做一個帶動啊 那既然是這些來做帶動的時候 你真的要小心了 因為各位啊 你會發覺櫃台指數 從上面一路收到最低點 這不是你最喜歡的 最會衝的最會飆的嗎 各位啊 蛤 各位啊 你覺得5G今天不錯嗎 各位看一下 5G也回了很久囉 所以我常常講一句話 黃靖哲老師做股票 有所為有所不為啊 我不能今天告訴你 5G明天變4G 後天變3G 後天變小G啊 我不能今天告訴你 面板明天上來講IC設計啊 我沒有這個本事 或者說我沒有像別人這樣子 東扯西拉的一個本事 或者每天蓋一支牌 上來一定漲零板 我告訴你一件事 那種節目 如果你還是相信的話 我相信你還是從頭顧一年級 開始讀書吧 每天上來講一支 這支就一定漲 這支就一定漲 你看翻開來一定漲 那怎麼不先打開呢 那是魔術師在做的啊 你真的相信劉謙的壺裡面 可以倒出玉米濃湯 又可以倒出那個啊 珍珠奶茶 劉謙那個不是有個茶壺嗎 什麼東西都倒得出來啊 你真的相信嗎 當然了 當時是可以好像虎過大家 你叫他去開一間店看看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這件事情不能改變 我黃靖哲在股票市場 從事了20年的技術分析 這件事情我沒有改變過 尤其是有三次月線向下交叉 第一次網路泡沫 第二次金融海嘯 這是第三次月KD向下交叉 我跟你講說 這已經向下交叉 就是向下交叉了 所以月KD指標到現在為止 完全沒有翻多 這是我一直要跟各位強調的 包含了主要的股票 其實還在盤整也沒有翻多 包含了往下游再看好不好 漲價概念股裡面 最強的叫做矽晶圓 也沒有翻多 你攝影師照鏡來看看 這不用看國劇了吧 兩腳還開開的呢 所以我說過 行情裡面 有些事情它是不會改變的 我既然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真的 10月4號的時候 就是賣掉就是空 我覺得各位 要不要珍惜我的資訊 由你做決定 現在在講大傳的 有沒有人敢拿10月4號 我已經問了很多天了 現在在講大傳的 有人敢拿10月4號 進出單子出來給大家看嗎 或是10月4號的節目的標題出來給大家看嗎 12月3號在這裡 注意喔 12月3號還 電子股還蠻強的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電子股當時還蠻強的 有沒有看到 那談起來這波比這波還高很多 2492的華星科 談起來這波比較高 6488環球晶 那時候談起來真的還蠻舒服的 對不對 5299結立是不是 忘記了 都談到蠻高的 這是上一次川席會的時候 那我問大家一件事 現在要創新高了 現在要領軍過高了 現在大家都要拍手 千萬不要講他不好 我看你看到我的節目 都很想看要不要轉台這樣 我說心甘情願 現在大家都要碰高點了 為什麼他是走這樣子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我知道這樣講 你可能還不會想說 趕快來參加黃敬德老師 我告訴你一件事 如果你這個時候 聽得懂我講的話 想要參加我的 那你是高手啦 高手也未必真的會願意 來跟我們會員 對不對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說請你注意 他沒過高 各位來看一下232G的國具 2492的華興科 我們昨天來做一個回補 我想講得很清楚了 各位看到沒有 來華興科聽到什麼事情 華興科跟你講說 我們這個跑去哪裡 那一張沒關係 我們賺了四個股本 我說四個股本賺下去 馬上就出現一個高點了 馬上跳空往下了 到昨天的時候整個價差差了33塊 華興科說他賺了四個股本 那天你給他空下去 空方大賺58塊錢 同樣的各位看到沒有 一樣的道理喔 哇指數上一波來到10416結果 可憲給他空下去 大跌36塊 我想這三支股票 我已經在節目上 直接給你證明 這是三月首波的空單了 那既然是獲利 我當然敢跟你說 有強嗎 前幾天的時候 金電追得跟什麼一樣 猴子朋友 我想股票市場裡面 天底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有人講過一句話 多頭怎麼長的 將來就怎麼回黨 出來久了總是要還的 尤其是看不懂的人 一直想要上台的時候 我告訴你 請你一定要特別特別的留意 歡迎你想盡辦法跟上黃敬哲 我們認為有所為有所不為 心甘情願不好意思講說 你這兩天打電話來 有人是打電話來公司 好像說叫我不要再講這樣 比較抗議一點的 OK沒關係 我認為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我們說的是對的就是對的 我碰到很多人跟我說 老師我沒有做 我說那也是對的 找時間跟我放空吧 三月第一高高點 第二個高點 第三個高點 連續放空 你都會很有機會 我相信我的策略就是這樣 我也誠實的跟你講 運搭頭顧 好看 弄在家啦 即日起身裝運搭頭顧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時間 看到民事為您 及時解盤 也有機會得到彪虎訊息 還有產業最新訊息 立刻搜尋運搭頭顧APP 貨電02-2781-0909 2781-0909 旋輪精細的刻痕 如同精準的研究判斷 不分昼夜的運轉 如同親切專業的展業服務 我們講究每一個細節 針逐每一個環節 帶領會員轉動過地的巨輪 因為珍惜托付 所以全力以赴 運搭頭顧 02-2781-0909 02-2781-0909 我們知道您在乎的是績笑 也了解您關心的是競爭力 運搭頭顧 永遠值得托付 02-2781-0909 2781-0909 全球股市大致的一個走法 都是相同的 但是請你注意一件事 一定要看跟我們的現行 非常相近的股市 各位來看一下 我怎麼會告訴各位說 台股10月11號跳空缺口回補之後 就會開始震盪 你說老師你是神仙 你好厲害喔 你是分析師 沒有啦 多看一下好不好 用功一下好不好 請問一下 這是不是叫韓國股市 走勢是不是非常相近 韓國股市跟我們只有一點點不同 就是它電子股的比重 比我們更重喔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假設未來的兩天到三天 那個美國股市繼續反彈好了 我們就是假設 其實我認為美國股市 反彈到現在快沒力了 台灣股市明天再創新高好了 你會不會看到一個台灣股市創新高 但是韓國股市沒有過高的新聞 那假如你是韓國股市 你是韓國人的話 你有沒有覺得說 似乎跟今天的感覺已經有所落差了 所以我說過一定要跟隔壁鄰居 跟相近的股市來做比較 那麼你才能夠知道這個答案 所以各位有沒有發現一件事 電子股 你說老師電子股看起來不錯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東西 這東西叫摩根台紙期 坦白說一件事 我們台灣股市看起來一條線直直的 其實人家228是有回檔的 人家過年也是有回檔的 知道嗎 這些都有回檔的 這個228是在這裡 過年在這裡 都有回檔 所以不是說同頭到尾沒回檔 是因為這時候剛好我們在放假 這時候剛好我們在放假 所以你看起來的時候 好像台灣股市 哇不得了一路往上衝了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看到我們節目的畢竟是少數 能夠解析出真相的畢竟是少數 這些我在我的臉書社團裡面 都有不斷的跟各位來做一個提醒 因為股票市場能不能過高點 其實很重要 我們不能很輕鬆的跟你交代一句話說 將來就是盤整 盤整的話你怎麼知道 哪一支股票要上去 哪支股票要下來 就像今天 有誰知道說今天1476如虹 馬上飆上去 9914的美利達 9921的一個巨大 是大漲的 你告訴我 昨天是蘋果大漲耶 那為什麼今天漲這幾支股票 而且漲的幅度比電子股還多 而且都是大型的股票 我們比較一下嘛 那答案就在這個地方啊 答案就在於說 美國人家在上漲的過程當中 人家是看到了 是Nike往上大漲了 是這種運動概念股往上大漲了 所以真正的高手跟法人走的是Nike 走的是這種所謂運動路線 而各位所看到 哎呀蘋果漲上來了 在我們台灣聽起來新聞寫得很轟動 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 新聞寫得很轟動 你覺得新聞是誰寫的 是賺錢的人寫給你跟著賺錢 還是賠錢的人寫給你準備解套 所以為什麼跟你寫這句話 我剛剛都已經跟你講過跟不過都是命 都是命啊看到沒有缺口在這裡 如果韓國股市就是我們未來的一個走勢的話 我認為這個行情裡面要特別留意 我們台灣沒有比韓國強到來去啊 我現在是沒有空啊 不然各位把胡志明啊 把全球的股市再翻一翻啊 我們台灣股市沒有比人家更強啊 所以呢指數放兩邊 各股擺中間好不好 指數放兩邊 各股擺中間好不好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說 該跟各位講的事情都已經講出來了 6488的環球晶還好啦 不過今天來到303.5啊 天啊 是不是在弱的一個地方啊 你說老師 你為什麼說他弱 第一個沒過高啊 第二個各位看到這波回檔比大盤還要重吧 大盤人家明天要講創新高耶 他在往低一點靠近 第三個 來已經回到301 這個我認為相當重要的一個價位啦 已經相當重要的價位了 這個已經 301我的算法不一樣 但是這個你最起碼知道說 這個漲上去這邊一半已經沒了嘛 各位看一下2327的國具 漲上去到這邊一半以上已經沒了 國具 我是說336啊 這332 等於說你287塊 不要說287塊漲完之後 大概 287塊假如買5張 這邊買10張 這邊已經開始賠錢了 他漲幅了一半不見了 2317的紅奶他更不用說啊 今天我看郭南銘先生講得很辛苦 我也覺得我很支持他 但是問題是產業前景碰到困境 產業前景碰到困境就沒有辦法了 昨天最低點的時候要70.3啊 那可曾更不用說啦 可曾這波讓我覺得最意外的情況是 以前只要宣布利空都會大漲 但是這次宣布利空並沒有正式大漲喔 所以各位今天應該怎麼做 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情 今天你切記我跟你講的一件事啊 你寧可去買非常非常低的傳產股 或者還沒有上漲的電子股 但是這個已經越來越少了 不要去繼續續報或者說去追高啊 我不想點名啊 你自己去想想看就知道了 因為這波行情裡面為什麼會這樣子 這波行情從頭到尾只有四個叫無稽之談 我相信各位應該是非常清楚吧 還需要我點名嗎 沒有基本面的往上漲 如果有一個人可以告訴我說 我們今天華新光準備從3.66元 準備回升變成賺6.33元的話 你理由拿出來 報告拿出來我跟你買 這是事實啊 那為什麼會漲上去 其實大陸也一樣台灣也一樣嘛 結果在去年把一些所有不好的東西 全部都打掉之後啊 賠錢也賠到底了 賠錢的公司才不會有人買 賺錢的公司買的人一大堆了嘛 誰不曉得他賺100塊 那打個責變70塊 70塊是不是 70多少 70塊錢對啊 誰不曉得他曾經喊說他要賺100塊啊 所以當時所有人通通買了 當時不會有人去買這個股票 你懂我意思了沒有啊 不可能有去買這什麼5G不5G的啊 因為沒有單子啊 所以呢 因為籌碼很乾淨的狀況之下 很怕拉就是這樣子啊 很怕拉 但是你問你波羅威如果要長到跟這個一樣大 有沒有可能啊 如果你覺得不可能的話 那答案就是大概就是我講的對了 是不是啊 還是你覺得這個華信光 華信光還是華信光 這一段準備要長到跟什麼 跟2492華信哥一樣大 股價市場裡面有些東西它是真正的一個定律 它真正的定律一旦發生的時候 既然沒有交叉就是沒有交叉 你一點辦法都沒有 大型的股票很重要 像今天2308的台達電 昨天大家會發現一件事 老師啊 外資賣了100多億啊 我說對啊 你說老師 外資今天買回100多億 我說可能沒那麼多喔 你隨便看看大概50億可能不見得會有 而且買進來的 你一定會看到這幾個項目 我猜想 你一定會看到這幾個項目 因為這通常不會有人去買 什麼台泥啊 說實話一點 我每次股票市場看到這些股票漲上來 我頭最大 怎麼了 不曉得上來要跟你講多還講空啊 我怎麼不能說老師 我們多台肥好嗎 是不是 我們來多台塑 喔老師你幹嘛講這種 講這個沒有意義 我們來多1476如虹 這還有一點意義啦 我們來9921的巨大 哇這個可能就沒幾個人理我了 9914的美麗達 這更不會有人想要跟我做 如果我們半個小時都講這些股票 那不好意思講求人喔 那節目費誰付啊 而且你對這種股票你興趣也不高 你想說反正我套牢這麼多電子股 我就等等看吧 來 等等看 我認為昨天美國股市啊 這個說起來比較複雜 到臉書上面去說啊 本來還可能再往後回撤的 結果剛好有一個利空把它撤下去 記不記得 飛機掉下來 這只能這樣子跟你講 飛機掉下來 所以一路就上去了 所以這地方來講 往往這種所謂 徵戰的過程當中啊 你突然出現一個利空 空單會回補 那麼就會漲上去 各位看到沒有 來這個 跑到這裡 看到沒有 來這些都沒有過高 那這些更不用講啦 這些快要破低了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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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多頭嗎 怎麼這些股票看起來快要破低一點 小心喔 領頭羊不是落後上漲的股票 我還是告訴你這句話 KD沒有向上交叉 而且呢 這個洞 韓國人補不起來 應該說韓國人補了之後 立刻拉回好了 韓國人補了之後 立刻拉回 台灣股市一旦回補 立刻拉回 我就這麼告訴你 我們等 就是等這個時刻了 歡迎各位 可以到我的臉書社團 還有直接加入我們 我認為這些都是非常好的模式 第一波往上跌下來 第二波再往上再空 再讓它跌下來 這也是一個賺錢的方式 做股票不就是為了賺錢嗎 我這邊也是良心的建議 希望各位 漲上來的時候 不要去追高嘛 那這樣不就是對大家最大的幫助嗎 歡迎各位 跟上靜澤的腳步 也可以跟上我們的臉書 《股市多空論壇》 每個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